醒目一想咱们是继续开书 今天咱们继续聊这个活佛准世 咱们讲到这个达赖喇嘛世系了 今天咱们按顺序说要聊这个第四世达赖云丹家措 但是要聊这个云丹家措就必然还得从这个第三世达赖喇嘛所难家措开始聊起 这前文书咱们聊了这个青海湖会盟 这达赖喇嘛三世就抱住了一条粗腿 谁的粗腿啊 就是大汗啊 阿拉坦汗 这大汗阁高僧啊 呼赠了称号 自此才有了这达赖喇嘛一系 我卡口你啊 你还记得这个达赖喇嘛的全称吗 对喽 这达赖喇嘛的全称啊 就是圣食一切瓦齐尔 达喇 达赖喇嘛 翻语成汉语就是大海上师的意思 除了正式受到了册封之外 这三世达赖还有很多的成就 广是这大庙 我人就建立了两座 大家耳熟能详的青海 青海湖边上的塔尔寺 还有一座啊 就是西康的礼堂寺 这都是格鲁派后来响当当的寺院 可是啊 离派那句老话 这高僧佛法高了去了 他再高也躲不过原济这码子事 虽然呢 他们有转世这么一说 转世啊 那肯定是喜事 但是这原济 若定不能当喜事办 到了三世达赖喇嘛 所难加错 这啊 这达赖喇嘛一系 已然就成了这格鲁派的最高领袖了 那么说这三世达赖喇嘛 他原济在哪了呀 他原济在了内蒙古一带 据说呀 是先到内蒙 参加了安达汗的葬礼 并且呀 给这个安达汗 做了祈福大会之后啊 他要到北京 去觐见参拜万历皇帝 哎 可是啊 还没进关呢 还没出内蒙呢 哎 这活佛就原济了 那第一个消息 肯定就传回了拉萨 哎 传回了拉萨格鲁派的三大寺 这三大寺的僧人一听啊 那这活佛既然原济了 咱们有这个活佛转世这套遗轨 那么咱们赶紧就寻找这个 转世灵童吧 按照咱们现在的话说呀 这转世灵童 寻访小组已然成立了 人也撒出去了 该打挂的挂呀 打了 该观虎的虎啊 也看了 这方向都有了 可是在前方啊 这活佛行员又传回话来了 原来啊 这三世活佛所难加措 临元济的时候 人家有遗嘱 他说他这个转世灵童啊 必出在蒙古 那这三大寺的活佛转世小组啊 得着血之后 那就停止吧 那工作不要进行了 因为这个活佛的话呀 就是法旨 既然出在蒙古 咱们就按照蒙古的方向 寻找转世灵童吧 那么找着了没有 找着了 找的是谁呀 就是这个阿拉坦汗的亲曾孙 说北京话呀 就是老头的重孙子 那怎么就那么巧呢 这第四世活佛 就出在了阿拉坦汗的家中呢 其实啊 您不明白 我不明白呀 可是当时的僧众一下子就明白了 三世活佛元祭以前呢 和这个阿拉坦汗的关系非常之密切 这和尚从王那儿得到了政权的支持 从此前脏后脏抬起了头 伸起了腰 不再受这个噶马噶举派的欺负 欺负他们的主要是噶马噶举派的红帽子 那这王爷呢 得到了这个活佛的祈福和认可 受到了藏传佛教正式的册封 虽然那不顶什么用吧 可是大汗自己觉得呀 算是根红苗正了 那什么叫根红苗正呢 天意呀 我做大汗就是天意 我受到明朝的册封 册封我为顺义王 那也是天意 将来有那么一天呢 我要恢复大元天下 那也是天意 当然了 这老头还没等恢复大元呢 就去见长生天了 这可能也是天意 所以说在这大汗呢 和这个三世达赖活着的时候 这三世达赖就许给人家了 说我要转世 必转在你家 必转在你子孙的身上 结果他死后一年 这安达汗的孙子叫做苏米尔 他就生了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就被指定为索南加措的灵童 这就是四世达赖云丹加措 您看到这四世达赖 他的名字当中也有加措一词 所以啊 以后这个加措就离不开达赖喇嘛了 直到今天 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名字当中 也有加措两个字 他叫什么呀 他叫丹增加措 咱们呀 先把这个新商人的四世达赖喇嘛 咱先放一放 咱先不说他 他的座床和以后的成就啊 咱们一会儿再说 咱们先聊聊这会儿的西藏是什么形式了 这会儿啊 在这个拉萨当权的可不是这个仁邦巴家族了 哎 他是谁呢 他是这个仁邦巴家族的一位家臣 这位家臣呢 推翻了仁邦巴之后啊 自立为王 叫做藏巴寒 可是呢 这藏巴寒呢 他不改初衷 他仍然支持这个嘎玛嘎举派 他尤其是支持嘎玛嘎举派的红帽 在仁邦巴执政这些年呢 因为比较软弱 所以呢 这三世达赖喇嘛 一抱住了安达汗这条粗腿啊 他也就不敢闹哄了 不再步步的紧逼这个格鲁派了 可是藏巴寒不一样 这藏巴寒一上台啊 又是比较强硬 不用说人家就比较强硬 为什么呢 因为他注重发展军事实力 军事实力明显比原来的这个藏区领导者 要强出一块来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这蒙古人呢 要真的跟我闹事啊 我这也可以跟你掰掰弯子 这就是现在拉萨地区的政治环境 以及现状 虽然呢 在万里二十年 这拉萨三大四就派出了代表 来到了蒙古 承认了四世达赖的活佛身份 但是现在必定没有坐床 只能承认他呀 是准世灵童的地位 可是呢 一号啊 就十年 这四世达赖啊 也就是三世达赖的 转世灵童 一直就没离开 呼和浩特 这是为什么呢 有人说呀 这是因为这父母 不愿意这儿子远行 所以才把这儿子 多留了十年 那要让我看来呢 应该是啊 这个在做周密的计划 怎么才能把这个 三世达赖的转世灵童 安全的送到藏区 送到拉萨 最后啊 双方终于商量出一套完美的解决办法 首先呢 这三大四啊 组织僧兵 建了一支强大的这个护法队伍 到呼和浩特去迎接这三世达赖的转世灵童 然后啊 这蒙古兵 土木特部也不怠慢 四千蒙古骑兵 紧追骑后 是随驾护航 就一直把这三世达赖的转世灵童 云丹加塑护送到了拉萨 就在热镇寺举行的座船典礼 然后啊 就把这小孩子移居到折邦寺居住学经 到了这个三十三年呢 这云丹加塑受沙密戒 并且言请扎什伦布寺 住持罗桑雀吉兼赞 也就是后世被追封为四世班禅的这位大师 在这一时期最有成就的一位格鲁牌大师 来为这四世达赖喇嘛 就受经文传授佛法 就因为这格鲁派觉得 现在正是群狼皇顾之时 这达赖喇嘛很不安全 所以呢 对这个四世达赖喇嘛 正在学习期的这位青年活佛 采取了严密的保护措施 万历四十二年的时候的四世班禅 罗桑雀吉结赞呢 给这个四世的达赖喇嘛 受了比修戒 至此啊 这二家活佛正式的成为了师徒关系 并且这达赖喇嘛 出任了哲邦寺的第十三任法台 兼任瑟拉寺的第十五任法台 要说呀 这第四世达赖最辉煌的时候 那还得说是万历的四十四年 那一年呢 这中央政府 也就是大明朝廷派人入葬 这特使入葬为的是什么呀 是专门为了册封这位达赖喇嘛 册封他为什么呢 朴实金刚佛 不但授予了印信呢 还给做了一身官服 并且邀请他进京见驾 可是啊 还没等着十四世达赖喇嘛 准备好去进京见皇上 就在折邦寺原济了 原济那年呢 按功力算呀 应该是1616年 如果按咱们中国大明朝的年力算呢 是万历四十四年的十二月 这位年轻的大师就原济在 拉萨的折邦寺 这四世达赖元济的消息对着格鲁派而言呢 简直就是晴天霹雳酷啪一声 所有格鲁派的僧众都明白 完了 这回啊 格鲁派也就是皇教的日子 算是走到头了 为什么呢 因为啊 这四世达赖一元济 首先失去了蒙古政权的支持 其次啊 这藏巴寒和嘎举派啊 看着这格鲁派就有如盯着砧板上的肉一样 那早就想熟起刀落了 看样子 阿咪了我的佛不显胜啊 咱们这个日子算是过得头了 还别说呀 好日子了 就是逮日子呀 也没得可过了 书中代言的这四世达赖喇嘛 云丹家措是怎么死的 其实很有可能是 噶马噶举派红毛系 联合了藏巴寒 找了杀手 就堵死了四世达赖喇嘛 云丹家措 这事情啊 和大伙想的一样 四世达赖喇嘛 云丹家措 一元济着藏巴寒呢 就下了一刀正令 正令啊 自说不多 听着非常的可怕 他说自此以后 达赖世系不允许再转世了 那那会儿啊 还没有班禅一系 如果真的按照他说的呀 不让这个达赖一系转世 那这格鲁派就亡了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 再次挽救格鲁派 当然历史啊 一旦走到这种节点的时候 总会有一位高人跳出来啊 大喝一声啊 往狂澜于祭祷 那有没有这么个人呢 有 这个人是谁呀 这个人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 第四世的班禅大师 罗桑确疾奸在 咱们今儿这个小段啊 就这么长 到了下一集又格外精彩 那就像啊 唏嘘苛刻的悬疑剧一样 每一分钟都会有新的故事出现 这转折之处 此几笔伏 咱们明天接着聊